哇哦不错哟 这三个雪上 蛋蛋肯定会被腊成香肠嘴 这样我就能拿出我的冰冻针了 嗯我又好久没吃这么多辣条了 还烟呢你这少吃点啊 就是啊又没人跟你请是不是 牛哥你干什么 哎哎哎别生了和气啊 这些不够吃我再去取嘛啊 好了好了好了 老板要我说呀你这自助辣条啊 我吃都得活 嘿嘿嘿嘿嘿 不打紧不打紧 老板呢你这是魔鬼拉桥吗 怎么越吃啊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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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烤真 了 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老板 你这服务可真到耶 咱们走 站住 你们是想赖账还是怎么着 这种赖条我们一开始给钱啊 真的钱还没给啊 我以为你这冰冻针是免费的 多少钱啊 一针五百 一针一针一千五 啊 啊什么啊啊 没跟你们说吗 我这呀是特制的针 贵点很正常 完了完了 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 油膏怎么在啊 别管 老板 你稍等一下 我三个凑下钱 别离开我的视线啊 好好好 快点 这老板也太黑了 三针一千五 不想我保险行吧 既然他没有吃辣条 那我拿冰冻针啊 肯定能动住他就怎么办 走 呦 钱凑齐了 哎 这钱嘛 当然凑齐了是吧 哈哈 等一下 我走一下 哎老板 外国人 哈哈哈哈 上头洗我钱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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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啊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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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敢在这儿白菜 你不打进打进我油膏 我们走 你们这些小屁孩儿 被我等着 欢迎关注董言 我们今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 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在下方点个赞呗